咱们学习吉他一定要会弹solo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按照六线谱上面标记的这些数字去演奏 因为按照这些数字去弹 他毫无规律 技量非常的大 那样你永远都无法真正学会弹吉他 今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solo的正确练习方法 不用四经被告别 无效练习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要快速的在吉他纸板上确定 do re mi fa so la si do的位置 然后看着简谱去弹就可以了 看简谱 mi fa so la do si 再弹吉他纸板 mi fa so la do si 其实六线谱上面标记的 也是咱们这串音阶的具体位置 大家来看一下mi fa so 对应的是二弦的五品六品和八品 看一下 这就是二弦的五品六品和八品 mi fa so 然后是la do si 看la是一弦的五品 一弦的五品就是la do si 但是如果你按照六线谱上面这些数字去谈 你是无法直观的感受到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在吉他纸板上的这种图案关系的 所以无论后面的旋律怎么样进行都不用看六线谱 只要记住do re mi fa so la si do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谈这一串音阶太单调了 你还可以切换把位这还有一串do re mi fa so la si do的自然阶 这两串音阶的音高是完全一样的 你在演奏的时候可以互相切换着来 那么下一步你只要找一些简单的简谱 按照这两串音阶去演奏就可以了 至于六线谱千万不要再去看了 接下来说一下最重要的执法如何安排 首先伸出你的食指 大家看到了我上面标上了do mi la 咱们把它压在五品的三二一弦上 此时三弦就是do 二弦就是mi 一弦就是la do mi la 然后食指尖隔一个品格就是re 用无名指给它按响 do下面这个音就是mi mi相连的品格就是发用中指 在尖隔一个品格用小指弹响so mi下面这个音就是la 尖隔一个品格用无名指弹西 相连的品格就是高音的do ok下面咱们把刚才这音阶给它带进去 然后咱们用同样的执法尊功 找到四字弦食品这个音 这个音就是do 然后尖隔一个品格用无名指弹 do下面这个音是发 发往左挪一个品格就是mi 用十指弹响 中指弹发 尖隔一个品格是so 用小指弹响 发下面这个音就是la 用十指弹响 尖隔品格是c 用无名指弹响 相连的品格是do 可以这么说 只要把今天的弹奏音阶的思路 给它捋顺了 以后不管拿到什么样的旋律 你都可以脱离六线谱 给它弹奏出来 如果你也正在学习的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跟着视频练起来 从今天开始 请用正确的方法练习solo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让科学且正确的方法 带你一起学几套 咱们明天见 好嘞 谢谢观看